酒瘾 烟瘾 色瘾 谁折瘦最狠呢 为什么有的人整天烟酒不离手 却长命百岁 有的人生活极度自立 却英年早逝 为什么有的人过度纵欲 却没有一点事 为什么有人戒色后 反而给健康带来不小的伤害呢 其实生活中能够让人上瘾的事情有很多 正所谓有瘾不为好 亡瘾 酒瘾 毒瘾 还有烟瘾 这些瘾在人们心中都是代表负面的词 但是人为什么会对上面这些事上瘾呢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当人们在做某些事情时 导致多巴胺水平异常增高 超过普通人 这时一个人吃饭睡觉工作 不管干什么 无时无刻都会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身体就会习惯这种状态 一旦无法完成或接近这件事物时就会精神烦躁 出现不适应症状 这就是上瘾了 除了每个人成瘾的程度和个人体质都有差以外 业力也是一项不可小觑的因素 它本质上指的就是宇宙法子里的因果律 正所谓人类的每一世都是过去所有转世的我之总和 业力法则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你终将尝到你欲望的后果 人是无我的 无常的 没有自体 终归要消灭的 但是业力的影响是不会消除的 当人的生命终结时 其一生动作和行为的总和 由于业的性质不同 所得到的报应也就不同 因此众生所做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 世界本是清静的 众生皆是佛境充满的 对于一个真正有清静见的人 一切有情皆是阿弥陀佛所化 一切无情也是阿弥陀佛的光所化 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清静 是因为自心不清静 以及我们看到的一切 也只是业力允许我们看到的 清醒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认识到自己的业力 世界上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自我和消除不了的罪业 对于每个人来说身体是否强壮 容貌是否端庄 生活是否富裕 都属于个人的夜报 这完全取决于夜里感召的差别果报 以及各种姻缘的成熟 所谓夜里无尽生死无穷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予来迟 酒烟色这三样 只有在经历一定的量变后 才会在后世引发质病 解烟 解酒 解色 你觉得哪一个更难呢 殊不知 消耗人能量最大最快 消耗福报最迅速的正是这三样东西 重伤体现动念各不相同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 所感业果也各不相同 酒在佛家是遮戒 在比丘戒中为酒师单独之一 凡是佛子都应该戒酒 虽然饮酒本身并非罪恶 但人往往饮酒之后就会无戒戒食 喝酒乱性后 会犯下杀生 盗窃 饮邪 说谎等罪行 其实这本不是酒的过错 而是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才借酒行事 俗云 家中有三饮 家百人也亡 酒饮就位列第一 一旦痴迷其中 获得短暂的快乐之后 很难不使人背离 原本追求的生活意义和满足感 是想每天醉生梦死满嘴胡话 最后性情大变 伤人伤己的人 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到最后妻离子散 并非隔离 酒饮就像一颗糖衣炮弹 激活了大脑的快乐中枢 将你从不愿面对的当下抽离 但当你清醒之后 身体的疲惫 和之前抛在脑后的所有烦心事 就又会接踵而至 涌上心头 让人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 变得麻木 失去回到当下的能力 一边享受着快感 一边无法自保 对于很多烟民来讲 一天一包烟 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标配 他们明知 烟草中有极白种有害物质 会在身体器官代谢的变化下 导致癌症的出现 却还是不受控制的吸烟 无数次下定决心戒烟 最后都不了了之 即使长期的刺激 引发口腔溃疡 烟后烟等并发症 当戒烟者出现 烦躁焦虑的情况时 又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据统计 丈夫吸烟 会引发家中儿童 患上肢脊管哮喘 肺功能下降 中耳炎等疾病 妻子得肺癌的概率 是普通人群的200%以上 人们明知深受其汗 但吸烟者的数量不增反减 我们的心念是万善万祸之根 只要有起心动念 就离不开因果 每一件善恶行为 必将对生命构成影响 并留下痕迹 我们所能看到的 只是其中 极其微小的一部 解色就是增彩 有引邪赶召的其他恶元 你中了几条呢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不少世事的少年 都很容易因为各种诱惑 走向堕落 尤其人在少年时 血气方刚 意志未定 对美貌女子非常向往 往往经受不住美色诱惑 但是往往 阴邪最伤身 最伤腹部 一般人到一定年龄 也会意识到 很多痛苦烦恼 其实没你想象的 那么有必要 生命是自己的 好坏都要自己消化 阴是万恶之手 是万恶之源 阴邪之士 世人犯者甚多 虽一时不将恶报 但是犯阴者 终究逃不过 惨烈的灾祸报应 早晚必会收到 损得消福的恶果 一个人一生中的福气 借有定数 劝君莫借风流债 借得快来还得快 做出一些不知廉耻 丧失理智 无良不得的事情来 必将上害祖宗 下害子孙 在现代社会中 烟酒色 之所以成了一些人 偏爱的选择 是因为 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 都有烦恼和压力 人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选择抽烟喝酒 沉鱼生涩 这样是可以让人的神经 进入到兴奋的状态 释放心情 但久而久之 用这种方式 放松自己的次数越来越多 人们的大脑 就会处于放空状态 相对于身体依赖 心理依赖 往往对人的影响更大 这种伤害 并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发现的 而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 疾病没有爆发 不代表它就没有产生 年龄越大 身体各项器官的 承受能力就越弱 直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甚至是危及生命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佛教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也是佛教的伦理观 由释迦牟尼佛 揭示出的因果 因即运行规律 告诉我们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善业恶业一旦形成 便会产生十分强大的业力 它不仅是一个人的 个体体验 牵引一个人 反复在六道中轮回 也是一群人的 共同经历 比如我们共同经历的 地震水灾等等 所谓业不作不得 业已作不失 我们认识到 曾经犯下的恶业后 就该深信业果 甚乎深口意三意 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 凡事才能成就